11月8号是美国中期选举的决战日 除了联邦的国会议员 还有各区的州长 还有地方选举 其实都是包含在内的 那么华人参选角逐的数字呢 是历年来最高 尤其是南加州 华人参选角逐的这些各项公职呢 有20多位 今天节目当中非常的荣幸 请到了Arcadia南加州华人聚集城市 第五选区的是议员候选人李军律师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跟我们谈一谈他的参选心路历程 李军律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 李军律师首先我们想请教一下 就是你的从政的这个理念是什么 因为你其实我们知道你相当高的学历 这个UCLA的法学院硕士 然后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硕士 还是University of Iowa的博士 然后曾经在哈佛大学 也能够谈判课程的 这是什么样的这个东西 让你本来这么高的这个经历 然后你会想要从政 其实也不是说是从政了 其实也就是作为一个这个为我们的居民服务 那我到现在也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律师 那也同时也在我也有一个这个就是地产投资方面的一个公司 也就是经营了很多年也是非常成功的 但是所以说像你刚才说的我有这么高的学历 这么多的经验从各方面讲 从我自己的财务的状况 从我自己的学识 我自己的经验各方面看 都是我觉得是我这个最好的一个这个年龄段了 所以说我现在决定想出来 那您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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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件或者是您那个参选的这些纲领 有哪些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的主要呢就是说要加强这个社会治安 保证我们这个尔凯迪亚社区的这个人民和生命财产的这个有保证 对吧这是最关键的 其实你要是在读我们尔凯迪亚有一个weekly police report 每一周的这个警察报告 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犯罪还是在发生的 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加强社会治安 就是我的这个政纲呢就是说要雇用更多的警察 让其中许多警察呢就是说出来跟这个到我们社区来 增加这个警车在我们社区的巡逻的频率 就让大家更多的就能看得见我们警察 这样的话就可以遏制所谓的这个犯罪 那也可以防止犯罪 那另外的我的一个这个就是证件呢就是说 因为大家呢目前的这个缺水 我们在南加州的这个水荒干旱 已经几十年了不是一两年了 那其实我们呢还可以是有其他的这个水源的 就是这个天上的雨水 天上的雨水呢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充分的利用它 很多雨水呢在冬天呢都全的流到海里头去了 我们应该把这个冬天的雨水呢储存下来 在夏天的时候至少可以浇花浇草 那现在因为缺水呢市政府要求我们每个星期只能浇两次草坪 所以说很多草坪的草都死掉了 所以说看上去都很难看的 非常不像我们阿卡迪亚了 有点像这个沙漠里边的San Bernardino那一带了 其实我们阿卡迪亚有一个储存水的这个水库 就在我们这个Live Oak南面的这个三杆洞的这个高尔夫球场边上 那个每年冬天下雨的时候都是满满的 但是到了春天夏天和秋天的时候就挥发掉了 那个水是从来没有用过的 假如说那个水稍微加一点点这个chemicals处理一下 是可以再用的 可以用它来至少就是浇灌这个草木的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李军律师来我们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这个竞选的纲领 那么我们是不是在节目最后也呼吁一下 我们的观众是不是在11月8号之前 他们是去投票就好了呢 还是之前必须要先去登记呀 然后去哪里登记呀 请李军律师跟我们说一下 对就是希望就是说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呢 就是能踊跃的就是说去投票 假如说你目前还没有注册的话呢 要去一个网站就是wwwlavote.gov 这个网站上去注册成为注册的选民 就是registered voter 然后呢您在10月份就可以收到选票 您收到选票以后大概有28天的时间 来把完成你的这个选择 所以说呢希望我们的这个华裔能积极踊跃的参加 我们这一次11月8号的中期选举 包括阿尔克迪亚的市议会的选举 谢谢大家 是谢谢李军律师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 谢谢